主席各位同仁還有各位教育部的官員 大家晚安 主席我們可不可以請講部長 部長好 劉委員好 部長辛苦 謝謝 這個問題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我的 我有一個女兒 她是明年國中畢業 那我就 我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她剛好是 隔年就剛好要實行12年國教 所以她是9年義務教育的最後一屆 那我是很複雜是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 到底是她是12年國教會比較好 還是9年義務教育會比較好 我身為一個家長 我相信 家長有這樣的想法的人不只是我 是有許許多人 對這個要即將要 在兩年看起來很長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努力 要讓大家清楚 我想她有許許多多的疑問 那我想 有時候我看到我女兒在念書的時候 我心裡面那個最大 覺得我們這一代人 沒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事實上我們 像我們這樣子 曾經這樣一路 走過升學壓力的人 事實上我沒有看到 他們這一代 有多麼的減輕 有多麼快樂的學習 我跟我說實在 當然這也不是部長 你一個人的真是 很多累積期 當然但是部長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 當然是 責務旁財是最大的 要改變 最大的一個責任 我這邊就叫部長 我們十二年國教 就你的規劃裡面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免試跟特色招生 對 然後我們允許 地方政府他或學校 他怎麼去訂他免 就是要特色招生的比例等等 對 那就你的規劃裡面 這樣子的比例 到底只是一個過度的拾取 還是以後的常態 我想這個比例 現在很明確 我們從103年開始 以學區的概念 現在因為設計就是75%免試 至少75%免試 可是因為他是用學區的概念 所以當然就有一些學校 他可以採取不同比例 可是我也期盼就是說 學校即便從單一學校的角度來看 我也希望在103年到108年 他能夠到達50% 至於我們就會 會積極的進一步檢討就是說 未來再往下發展的這個進程 我想總是有個 我們總是有個想法嘛 就是說長遠來看 對 我們的理想只是 全部大家都免試 或者是說 這就是以後我們的常態了 只是比例在調整 只是調整他 百分之15或百分之5或百分之20 還是我們以後的長 你的理想目標 是要全部免試 我基本上看到就是說 長期執行下來 他其實基本上是以免試的 就是說 既然這是我們一個理想狀態 我說實在 現在對家長的最大的壓力 就是我們有設定一個百分之25 不到的不等 我們不等的這樣的特色招生 我想 這個對家長來講是 為了擠破那個百分之25 有多少的家長又要開始 要應付這樣百分之25 而且那個壓力反而會更緊張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有好幾個面向要抬 一個就是說這個學生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也應該做一些適當的輔導 老師對學生有一定的了解 他也應該做出適當的輔導的建議 去做 這是一項 另外我們也很希望一定要做到的 就是說在高中端這一邊 能夠把好的高中其實普遍的設立 或者都可以拉上來 讓家長不再是說一定需要去念那幾所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件事情 就是說所有的小孩都想去念這幾所學校 如果這個沒有辦法改變 那其實說所有的事情都是都是都是多說的了 所以這個事情一定要打破 也要讓家長 因為我事實上我們現在也要跟大家去談 就是說確實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他的PR是可能非常好的情況 他留在社區學校 或者留在他離家比較近的學校 跟他進入明星高中 結果學習的成效的比較 我們去看 普遍的發覺說留在自己自己比較近的地方念書 其實成效通常是比較好 他維持的位置 部長我相信你也遇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壓力的存在 那也是我們現在在坊間 即便是我們十二年國教是一個非常好的 也許他的就利益點是非常好 但是補教業已經是針對十二年國教 而且推出了許許多多新的招生的方式 我相信部長也從媒體上等等都有這樣的耳聞 我希望部長 教育部能夠要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不樂意看見 一百零三年之後 我們在一百零四年 我們在檢討這樣的一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學生的不快樂的比例 非但沒有減少 而且是增加的 那我們知道十二年國教事實上 我說穿了 如果我個人認為其實它最大 最大的天敵 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這是我們最大的天敵 我其實同意 所以委員問我我也都是這樣 當部長你講說這個希望學學 老師能夠去輔導老師等等 那我希望教育部要先跟老師做好這方面的溝通 我們要做好這方面 我們希望教育部能讓老師有普遍性這樣的認知 那我們在最第一層的老師有這樣的認知 他才有辦法去跟學生或跟家長做這樣的溝通 對所以這個我們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一個方案 做宣導做輔導做相關的 這個其實都有一個專案專門在做這件事 另外再請教部長 我們十二年國教以後 我們私立高中是不是 如果我們學生申請入學 是不是學雜費也全部都免費 是這樣子就是說它免學費 所有的公立私立的都是免學費 所以如果這個學校收兩萬塊錢的學費 我們就會補 雜費是各校自己 雜費不在我們的 學費免費吧 學費是全免 學費就是說這個學校的學費是多少 我們就補助這個學生多少 如果你去練假校是三萬塊 我們就補助他三萬 所以私立學校如果訂十萬 私立學校不能隨便訂學費的 如果是五萬 他一定還是有一個規範 我們針對 那部長簡單講就是私立學校 五萬我們也就補五萬 如果我們通過的這個學校 是可以收五萬的學費的時候 再我們規範一下 我們就會 簡單的講十二年國教實施之後 我們私立學校就高中的部分 對 他相對以前是不是獲得 政府比較多的補助 應該是 那我們從理論上 我們補助學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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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去教學費啦 沒有直接補助學校 沒有直接補助學校 就是間接啦 他還是獲得補助嘛 對 那我請教我們教育部因為 私立學校他獲得這樣比較多的 間接比較多補助的時候 請問教育部有在監督上面 有沒有相對以前 有比較補助的地方 我們有做思考啦 在相關董事會啊 或這些相關 應該未來有更更周延的一些參與 因為從整個架構 雖然我們不是直接給學校 但不過間接他還是受利益嘛 對 間接他還是受利益 也許他造成能夠增多等等 對 所以私校就某種程度 有一些公共化的這些考量的議題啊 我想我們就必須來做一些 做一些規範 我希望部長能夠來一併 一併的思考這方面的 是 我想我會來 因為對私立學校的監督 他相對 因為他 間接的享受到許多的權力的時候 他相對的 他的義務上要跟以前也不一樣 對 我想有社會責任 是有社會責任的 我們教育部能夠 謝謝 要來要來衡量衡量這一點 對 那另外我再呼應就是說 我們12年國家 對我們國家來講 是一個重大的變革 當然教育部現在有成立一個 辦公辦公室的性質 來推動這個方案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呼籲 針對這個因為牽車的面 還是相當管 無論他的財政方面 無論是以前學制的變革方面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暫行的 但真的是要有一個 可以思考這方面 教育部來全盤的考慮 針對現在 這樣從103年 也許我們 跨隔為5年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 特別針對這樣這個時期 定一個 暫行的特別條例來解決 或者跨部會的 跟解決這樣相關的問題 因為這對我們國家來講 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變革 其實已經是第三會委員 跟我做出這個建議 我想我們會做一些 顯然很多的委員都已經看到 很多委員都看到這一點 做一些檢討 那我們希望能夠針對 不過 不只是各部門之間的協調 特別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 當也在修高等中學教育法 這個其實 基本上已經在行政院通過了 要送立法院了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基礎上面 也會做一些考量 看看您剛剛提的 是不是合適我們看怎麼做 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 因為這其實是 賦予教育部更大的權力 跟責任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個 暫行的一個特別條例 能夠 能夠來 不只是聯繫各部門而已 而是讓真正有一個實質的權利 能夠來推動這個 影響我國教育非常 深遠的一個12年國教 好 謝謝 謝謝劉委員的關心跟提醒 謝謝 謝謝 謝謝